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 那Sir 各位望友好,別那麼害怕 我剛才也看到那間酒店的名字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講講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就是蔡西爾酒店 那是什麼酒店?未聽過 蔡西爾酒店未聽過 但相信南可宜這位女士的名字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是嗎?應該很多人聽過 你講南可宜酒店就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而且 亦都在去年 亦都是 有一個新遊戲 亦都是 不好意思,不是新遊戲 一出戲 就叫做電梯遊戲 圓形 就是這宗 轟動全球華人的事件 新戲叫做電梯遊戲 現在這間酒店原來有新的安排 當然 究竟那些人 敢不敢居住呢? 原來 這件事件 亦轟動全世界 地點發生在洛杉基的蔡西爾酒店 最近 他就是 沉覓他新的擁有者 即是 掛牌了,有沒有人買? 是啊 這棟十五層的建築已經百年歷史 亦都被稱為全世界最邪的酒店 曾經最少十六宗可怕的老謀 還有神秘 是聖天 還有是 自己搞定自己的事件 在這裏發生 亦都接待過 兩名 世界知名的年環得手 據稱 美國著名的 黑色大里石花園案 世者 最後現身地點 亦都是這間酒店 當然 原來這間酒店 之前亦都在洛杉基市會的融資之下 2019年就改成 露宿者之家 這間酒店改成 露宿者之家 那段期間 又好像沒有大件事 是啊,你也說得對 其實這宗案件已經很久了 說回這間酒店 剛剛好是一百年歷史 1924年開幕 600間是房間 最初是商務酒店 但是開業五年之後 經濟大蕭條 附近 貧民忽變多 酒店成為了歹徒 以及一些 流氓 聚集的地方 亦都發生了很多大事件 19年 洛杉基市議會出資4500萬美金 將它改造成露宿者的住所 2012年重新開放 這就叫做蔡西爾酒店公園 看回原來 最新就說 它要找買家 不過 底價沒有說出來 原來這個物業目前也有六成是租出來的 預計今年年中入住率會增到八到九成 當然這件事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實在太多大案發生在那裏 令到大家擔心 尤其是這件南海二事件 南海二事件 為什麼大家這麼關注呢 其實它也是 加拿大港人的後代 是香港移民的後代 這件事件 是指加籍港人南海二 其實在2013年的時候 就在加州洛杉基市中心這間酒店 它被發現的時候 是在酒店頂的水塔裏面的 它離世的地點離奇 再加上 它失蹤前就被CCTV拍到 一系列古怪的動作 它好像對著人說話 但是前面什麼人都沒有 所以成為了全球的焦點 當然了 我們看回南海二 13年1月 獨自一人去了加州旅行 1月31日 洛杉基市中心 這個塞西爾酒店 就說 不見了它 之後 第二個月19日 才發現了 它已經在水塔裏 離世多少 塞西爾酒店也因為有很多大案 所以 就成為了全球 人家說是最猛最可怕的酒店 南海二這件事件是怎樣的 就是13年1月26日 它到了洛杉基 入住洛杉基市中心這間酒店 酒店附近的治安很差 歷史上 亦是有多丹命案 是 附近的治安很差 但這件事好像不關治安事 應該不關事 其實 這樣反而令人更擔心 如果有一個 是真的動手 人家起碼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是 太多迷糰 所以 大家更加害怕 之前有一個連環刺手 那個連環刺手 就叫做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 其實 搞定了14人 在814年4月到 85年8月期間 他多次犯案在大洛杉基地區和三法市地區 造成了巨大影響 亦被稱為 叫做 夜行者 當然原來 他就是撒旦教的信徒 他從來沒有表示過悔疑 最後你知美國有刑罰 刑 但是 他不是這樣走 他是病過 Cancel 當然南海這件案件為何那麼害怕 因為 大家知道 他是 被發現時 全身扭曲了 也沒有任何衣償在身上 為什麼 這個水塔很奇怪 你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進入 對 這就是大家想 為何會這樣 特意去做這件事才可以成功 是的 水塔很困難 正常一個女生是做不到的 原來 有媒體說南海而去加州的目的就是 散心 最終目的地就是北加州的 聖克魯茲 他在洛杉基期間 亦有跟家人通話 但是1月31日他就失戀了 洛杉基警方全力追查未果 2月13日 原來 警方公佈了南海而在 酒店升降機的監控 發現他有很多異狀 對著空氣說話 好像有人跟蹤 但是沒有人 而有房客就說 南海而 他失蹤當晚 很大股氣 有意義 聽到有人在吵架 而且 有部分房間 是水浸 是不是有什麼異物堵塞住 幸好不是紅色液體 否則你更害怕 當然之後 酒店有客人說 水壓這麼低 而且水很大股異味 很臭 結果 派出維修人員 打開水箱 發現南海而 沒有異常 頭部向下 異常扭曲全身 究竟他怎樣進去呢 是 怎樣進去呢 因為他 就是在水箱底部 所以警方和消防員 花費了很大力氣 才可以 用一些工具 扯爛的箱 才把他拿出來 當然 洛杉磯警方 2月19日夜晚 確認勢者就是南海而 理由是因為他身上有胎記 當然 當時 人家問 初步結果是什麼 他們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未查到 當然 有人 是否被人餵了一些東西 搞到他沒有了 警方說 檢驗的結果 沒有顯示這件事 沒有顯示這件事 他說最少 是6至8個星期才找到線索 南海而被發現後震驚全球華人 塞西爾酒店 其他住客也很恐慌 他們就說 很可能已經喝過 浸住了南海的水 什麼水 那些什麼水 我睡著 亦知道事件後 相當擔心 激動 當然是害怕 馬上離開 而酒店 正如的聖客 亦是 飲用的水 當然是酒店提供的額外純淨水 而酒店的水供應 亦是在 部門檢測衛生 合乎標準後 才被他用 當然 兩名塞西爾酒店的客人 向洛杉磯高等法院提出起訴 要求酒店賠償損失 當然 現在 到此時此刻 都沒有任何確實證據 是可以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走 從自己搞定自己 或者跟陸謀方面 各說分穩 警方根據 發現他的地點 表示 不排除有人搞定他 或者 是其他人 沒有CCTV的片段可以證實到這件事 老闆 因為你上去的話 你始終都有人看到 是 部份曾經跟南海二接觸過的同學 亦都說 他性格很開朗 待人友善 不像是自己搞定自己的那些人 曾經一個月前 接待過南海二的 一位多倫多 旅行社的經理 亦都說從來沒有發現 南海二有 異常異常 但這些一個月前 很難說 最後 南海二的這個升降機片 其實是大家最害怕的 一是烈詭異動作 另外 原來 警方亦都說他沒有 任何一些心理健康 是不正常的紀錄 公佈的錄像就顯示他 真的沒有辦法解釋到 好像更加有媒體說 這個靈異錄影帶來 說他看到東西 所以就對著 空氣說話可能有東西跟隨他 其實洛杉磯警方公佈的所謂詭異影片 南海二穿著休閒的衣裳 走入電梯 身穿著豪式上衣和拖鞋 但是 他之後 立即 护身 立即是曲曲曲曲 曲低個身 之後 就是暗了很多層的暗流 好像在逃避一些 但是升降機 並沒有隨之關閉 一直都關不了 但是又沒有人 大概20秒後 南海二就把頭 伸出去升降機看 之後又來來回回 進出升降機 期間他曾經 在升降機的死角 而且 好像躲避某人 是的 很奇怪的一段片 這個期間 升降機一直處打開狀態 因為你知道有人 觸摸著他才會這樣 有一些系統 你按太久會自動關 對 可能壞也不行 從未沒有關閉過 在升降機 外面站了30秒後 他又回到升降機 雙手 掩著頭 再到很多層 很方丈 這時候 南海二可以再次走出升降機 左顧右攀 原來 面向右方 然後用雙手 用很奇怪的姿勢 上下筆劃著 雙腿亦做了很奇怪的動作 似乎在跟對方說什麼 但是他前面是沒有人的 期間 他還被拍到用手指 好像數 數來數去 數手指頭 10秒後他離開升降機 從監控的範圍中消失 而升降機 在南海而離開之後 依然是靜止了一段時間才關閉 關閉之後升降機有正常運作 毫無異狀地運行 但是 每一次關閉 都沒有人出出入入 這段片 就引起世界各地的轟動 各地亦不停嘗試解釋 很多人認為 有些媒體就是南海而的行為 仔細地分析 可能就是被人跟蹤 躲避某個人 而他的神態 卻顯示 他是沒有因為 恐懼 而引發恐慌的特徵 不像是緊急時候的樣子 而升降機的詭異行動 這些詭異的 運行動作 亦是大家很擔心 那個 升降機那個是 一個很經典的一個奇怪的片段 但是如果你要證實 有其他 他可能躲避其他 不知道什麼 你要拿走廊那段片 兩段 搭過來看才行 但是沒有走廊片 那麼久以來 沒錯 因為 每一層酒店有一個走廊 他都會有CCTV拍攝 但是從來沒有這段片 在外面 有什麼 或者 一些 電梯的 CCTV 角度拍不到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 是沒有人證實到的 嗯 嗯 那外面的那段片 也是 有人傳過 外面 有些奇怪的東西 但是 到現在為止 也是傳的 因為沒有證實不到的 是的 其實什麼都是媒體說的 也有人說 有沒有人被他喝水 或者吃東西加了料 其實我覺得 你 檢驗的時候可以檢驗出來的 如果身體有其他東西 但是他泡了那麼久 在水可能就檢驗不了 我們看看 這個法醫的結果是怎樣說呢 原來 13年3月7日 洛杉基的法醫官 也完成了關於南海二的報告 表示南海二 其實他 已經是送到那裏 檢查 五到六週才能出到 結果 在 13年6月20日 其實 他們 洛杉基法醫官的報告就認為 南海二是意外因為是水 而是 是失去的 即是泡了 但是看看當時的水果日報 現在沒有了 他就說洛杉基 檢查部門也證實 他是有一些 但是沒有說過 他說他是有 某種心理不健康的一種疾病 但是 洛杉基時報引述檢查官 就是南海二的報告 看到他身上沒有明顯傷痕 亦沒有任何被人家吃過東西 亦說 南海二是可能有 因為 你這些是關於心理健康的東西 你不可以從物理上知道 是嗎 說他有 某種的心理不健康疾病的 人都沒有了 很難檢測 但是沒有交代詳情 另外亦有世界新聞網 亦有說過 他們引述一位 警官叫做趙一龍 就說在南海二 罵他上來的時候 根據他 上面的蛛絲馬跡可以推斷 其實不是老謀 不過 南海二的 離世事件最大的疑點就是 他怎樣 這就是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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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疑點 一個可疑之處就是 他自己怎樣走上樓頂 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發現通向水塔的安全門 怎樣通過安全門 但是 警鐘是否響 因為如果你通過了 肯定全大廈在那裡響 那些位置應該都有CCTV 但亦沒有相關的片段 又或者 警鐘 不明所以 又或者警鐘響了 為何沒有人察覺 以及 他又怎樣爬上水塔 你記住 其實 他這樣掀起水塔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你這樣 不是那麼正常 其實大家想一想 為何會這樣 所以 很多人就覺得 他應該不是 一些 心情不好 或者是 那些是關於心理不健康的 一些事件 很多人就覺得不是 有第三者 其他人協助 警方又說 如果有第三者 會有 怎樣都可以留下一些東西 2013年 當時已經大把CCTV手機 已經很盛行 對吧 所以這宗很奇怪的案件 警方排除了老謀 他排除了 警方亦公佈南海儀的影帶 南海儀在14樓升降機 做出一系列 是古怪的動作 亦有人揣測 其實他是不是 因為服用了什麼呢 都說檢測不了 沒錯 看回最後一份報告 他最終的版本就說 可能 他是在物理上檢測不了 可能 可能 是心理不健康的一些 疾病 當然美國媒體也說 洛杉磯警方表示 南海儀 從來沒有一些古怪行徑 另外 一位專家 就叫林 亭鴻 他也說 從新聞報道和警方公佈的有限內容看到 其實不能夠 以 以這個 即是說他有什麼心理不健康 疾病 就說他是自己搞定自己 或者是別人搞定 很少 那些資料 不知道為什麼 那份報告是很少 可能他做到的就是這麼多 我想他做到的就是這麼多 當然原來這個南海儀父母都是香港移民 90年代就是移民加拿大 在大溫哥華地區 就是從事餐飲業 其實南海儀 也是 原來他 有媒體就說他在 卑斯大學 主修是心理學 但是校方 他就不評論了 因為免得 有些太多的事情出來 其實這個也是對的 免得評論那麼多 另外 原來去年 在 美國 芝加哥也有一宗叫做 是 南海而翻版岸和 原來 去年就是 公佈出來 但是 那一宗事情就 在 17年9月 原來就在 Rosemont Nosemont 這個地區 Krang Cram up 酒店 還有一個字 舉行一場派對 翌日 有一位 是 年輕的女子 就叫 Jenkins Jenkins 她不是在水箱 她是在大型雪櫃當中 雪櫃? 即是大仓庫 雪櫃那種 明白嗎? OK 你有沒有見過 以前Cherry Farm 有個大雪櫃 而且那些很危險 在外面 反鎖了 入面不能開門 你不要忘記我 我知道你所說的 我知道你所說的 那些案件是出來了 因為他們 法院早前宣佈 酒店要向 細者家屬 賠1000萬美金 1000萬美金 去年年底才判出來 可能有些事情 他就沒有做足 沒有做足 而且他 差不多一天之後才發現了 細者 一天之後才發現了 他就是 去一個新工作派對 當然 大家知道這些事情 都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會走進大雪房 都不可以叫雪房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